我们回到我们的正题 我说你抑郁教律 也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 圣经看抑郁教律 是人与自己的矛盾 你不想要这样 但是不能控制 好像有一部分的你自己 不在你自己的控制的里面 这个是人与自己的矛盾 这个是圣经的想法 原因是人与神的隔离 解决是悔改重生 灵命更新教会生活等等 我们等会讨论一下这些事情 精神科学就不是这样看法 他说抑郁教律 是大脑功能紊乱的结果 他不是从这个人与自己 矛盾这个想法的 那说为什么大脑功能会紊乱 你也可以说是因为人与自己 矛盾 那是可以这样想了 结合的问题不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问题 结合的问题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复杂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看这些事情的问题 好 大脑功能的紊乱 解释为什么会有精神病 原因是基因与环境互动 造成这个大脑功能的紊乱 就好像基因与环境互动 造成心脏病 基因与环境互动造成肺癌 基因与环境互动造成糖尿病 这种的结果 解决是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刚才讨论过了 有一个目标扶持的生活 这个是科学的想法 不是基督教当然是 基督徒圣经当然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科学现在的研究 证明人活着需要一个目标 需要扶持 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 这个世界快乐报告 就是从这种角度来讨论的 当然需要药物的治疗 有些时候也需要一些的辅导 好 这个是精神科学跟圣经 不同的角度 来看疑忆跟焦虑 讲到这里 大家觉得可以吗 还能够听下去吗 你们不需要觉得 要找个赶鬼的牧师 来这里讨论 我们现在看看精神病的分 很粗浅地讨论一下 精神病有几个分类 第一个是情绪类的精神病 欲症 焦虑症 强迫症 双向症 色食症 厌食症 跟暴食症 都是我们归类为情绪类 思想类 思觉失调类 分裂症 怀疑症 老人类 失智症 还是老人的病 阿尔斯莫症 老人痴呆症 儿童小孩子的病 多动症 越弱自 自闭 其实当然他们长大 也可以有这个病了 不过一般开始是在小孩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把它归类为 小孩子的这个精神病 基本上我们分开四个大类别来讨论 不是每一个都一样的 治疗也不一样 当然这个大脑功能也不一样的 一般人无论 分裂症 双向症 强迫症 自闭症 这四个我想是教会里面 最普遍的一个误解 分裂症 双向症 强迫症 跟这个自闭症 这四个病是 我看到的最普遍认为是鬼父 邪灵鬼父的误解 这个是一个误解 好 那我们先来讨论 抑郁症是什么 从这个来做一个例子 不然的话要讨论就比较复杂了 抑郁症是什么 抑郁症是个大脑功能紊乱的病 是大脑的病 抑郁症的诊断治疗 国际上有一致的标准的 你到哪里去 应该都是一样的诊断 一样的治疗 当然这个医生了 就看这个医生了 抑郁症的发病的原因是 基因跟环境的互动 抑郁症大脑功能的紊乱 可以看得到的 抑郁症大多数不需要治疗 你听了这个就很高兴了 抑郁症大多数不需要治疗的 抑郁症的治疗 要治疗的话也是相当有效的 可是抑郁症的自杀率是5% 全世界都一样的 5%的人会自杀 这个就是担心的地方了 基督徒是可能得抑郁症的 我们等会来讨论 没一项的事情 抑郁症的诊断 临床诊断 现在还是靠临床诊断的 西方还是靠临床诊断 日本现在用大脑测试 来辅助这个诊断 美国有钱的人 你可以用血液测试 来辅助诊断 现在已经可以从 这个客观 这种生理的角度 不完全用这个临床 心理的测试了 两个主要的症状 意思是说 如果全世界都这样承认的 两个主要的症状 其持续需要两周 情绪低落 特别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觉得特别难受 失去这个乐趣 兴趣 做起事情来 以前有兴趣做的 现在做起来 胃痛脚腊 索然无味 结果影响你的生活 人际的关系 跟你的工作 抑郁症还有其他的症状 第一个是失眠 他的失眠是 躺下去可以睡得着 但是两三点醒过来 就睡不着了 躺下去睡不着 很难入睡 这个是焦虑症的症状 就是说你头脑里面 想很多事情 脑子不能休息 所以就给你这个 问题就是困难入睡 抑郁症也不是的 抑郁症一躺下去 立刻就睡着了 正常人一样 可是两下点 点钟醒过来 就不能入睡了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个 没有胃口 体重减轻 有时候相反 为什么有时候相反 如果是这个家庭背景 很痛苦 你成长的时候 没有爱 没有这个扶持 那你觉得 这个心里面 常常有一种 什么说 这个空虚 这种的 缺乏爱的感觉 很难受的 那抑郁症的时候 你会用吃东西 来补偿自己的 所以这个是 相反的理由 一般的人 是没有胃口 体重减轻 提不起劲 缺乏动机 这个跟兴趣 有点不一样 一说他还是 想要去做的 但是没办法做 没办法启动自己 所以每天 躺在床 床上的时间很长 不是入睡 他只是 无法启动自己 老人也有点不一样 老人是坐立不安 觉得活着没有意义 自卑 醉疚 心灰意冷 这个是后果 不是原因 很多人误认 认为 因为你自卑 你就得抑郁症了 因为你醉疚感 犯很多罪 所以你得抑郁症了 不是的 这个是后果 你的感觉是你的后果 等会我们来看一个DVD 你就知道了 第五个 不能集中精神 不看重负 中国人也常常觉得 这个记不住事情 就是这个抑郁症的诊断 国外的人也觉得 不能集中精神 不能承担任何的事情 不能做轮道 做起来觉得很烦 想死 有自杀的意念 这六个是辅助的诊断 两个主要的诊断 六个辅助诊断 不是六个都需要有才诊断的 有一两个就可以 问题就是轻重的问题 轻的比较少 重的比较多 这个是抑郁症 临床的诊断 抑郁症不同普通的情绪波动 情绪波动为期不超过半天 你情绪有上下的 每个人都有 抑郁症最少是两周 持续两周 不一样的 你回去不要说 今天听了讲座 我们每个人都有抑郁症的 没有这个事情 抑郁症只是5%到10%的人有 情绪波动是每个人都有的 影响的是人际的关系 就是人家觉得你情绪化 不喜欢跟你做朋友 自己的情绪 其他症状没有 是个正常大脑的功能 还是生活的本质 抑郁症为期最少两周 影响你的睡眠 你的活力 你的兴趣 你的盼望 这个是问题 这个就是抑郁症的问题 其他症状很多 最少15% 有焦虑 有社会怀疑 觉得别人攻击他 设听他的谈话 偷看他的电脑 幻听 就是没有人跟在旁边的时候 他听到别人跟他说话 亢奋 有自杀这种的想法 这个是抑郁症的 有些抑郁症会这样的 当然他们独立 没有抑郁的时候 这种症状有别的名称 本质是大脑神经功能紊乱 两个不一样的想法 两个不一样的看法 中国人的问题 就是神经衰弱的问题 植物性 神经功能障碍的问题 以前叫神经衰弱 现在一般都叫 植物性神经功能障碍 中国人不提抑郁的 觉得羞耻 不想提 不肯提 以身体的症状来找医生 那是什么症状 头晕心痛心慌 胸闷胸痛胃痛 胃胀没有胃口 失眠失记忆 眼花耳鸣 虚弱怕冷 等等 这些找不到原因的症状 都是抑郁症的 所谓植物功能障碍 他们讨论的是这些 他们来看医生是这些 我教会里面有个 四十岁的女人 很多年前 几年 十年前了 很聪明 很优秀的一个人 她很有学问的 她有一天跑来跟我说 她胃脏 胃脏 胃疼 没有胃口 睡眠不好 那她说什么缘故了 那我问她有没有检查过 她说都检查过了 这个胃镜 MRI这些都做过了 电磁工程这些都做过了 做了之后 医生说 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她就每天去找这个医生 就说我还是不好 还是不好 医生就说呢 这样的 我没有办法了 说呢 这个MRI所能够看得到的是 两个millimeter 中文是什么 两个millimeter以下的 就看不到了 两个millimeter之下看不到 那我们只好插一个管子 到你 从你的鼻子 插一个管子 到你的肠里面 倒是进去肝 还是胰脏 来看看有没有很小的肿瘤 还是什么问题 我们看不到的 那医生告诉他 他说 我这样建议呢 不是我建议你这样做 不过你一定要做 我们可以做 为什么 我不想要你做呢 因为风险很大 会造成这个肝的发炎 胰脏的发炎 这样的话呢 会有生命危险的 可能 那么 他就跑来问我 他说应该做 还是不应该做 我说你这个是 植物性 神经功能障碍的问题 是一个抑郁症的问题 他听了就很生气 我没有抑郁症 为什么你说我抑郁症 教会里面 以前 现在比较好 我跟他们讲说 你这个是抑郁症 大部分的人都很生气 跑去投诉 给牧师听了这种 说长老说我是抑郁症 我没有抑郁症 好 那么这个人呢 这个听了我说之后呢 回去跟他的医生说 医生说我也同意啊 这样啦 他说呢 我们还是 还是不要做这个 这种危险的这个测试了 我先给你吃把忧解 吃了之后 六个礼拜你好了 我们就不做嘛 不好了我们再来想 好 那就 他就吃了 吃了几个礼拜就好了 他跑来问我 他说 我又没有得抑郁症 为什么吃抗郁症的药会好呢 我说就是啊 你这个就是 就是植物性神经功能 他又很生气 回去就把药停掉 停掉这个痛又回来了 这样呢 反复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后来呢 是坚持吃了 大概有一年吧 就好了 完全好了 现在已经有十年了 完全没事情了 很多这种的问题 最近我看那个 在美国 一个总裁 他在中国拿 他在中国拿 硕士 然后到美国去读博士 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 他升级啊 最近升级压力很大嘛 他就开始呢 胃疼胃胀 没胃口 睡不着 他就看医生 医生给他吃胃药 吃了六个礼拜 好一点 其实没好 还是没好 就问医生 医生说 照看呢 你这个是 现在美国医生 已经知道呢 这个中国人的问题 是植物性神经功能 过了这几十年 我开始去的时候 也不知道的 美国人也觉得 这种症状 我们从来没看过 是什么病了 那么这个 现在知道了 又告诉他说呢 我们用胃药 用了六个礼拜 还是没有进步呢 这个你这个是 抑郁症 他其实是我们教会 也把他带来看我 我告诉他说 这个明显是嘛 那我问他 以前有吗 他是有 高考的时候 有过一次 几个月自己好了 研究生的时候 有这个问题 几个月自己好了 刚刚去做工程师的时候 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四次第四次了 我说你经过四次了 这个明显就是 这个植物性神经功能障碍的 神经衰弱型的抑郁症 给他吃药 他也接受 哎呀 吃了就好了 这个 最近 一年前了 就写信来问我 他说 好了一年了 还需要吃吗 所以你可以把它剪掉 浮发的机会是三分之一 如果不浮发 你压力没有 造成这个基因功能的紊乱 大脑功能紊乱 不会出来的话呢 应该就不需要吃药了 他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没事啊 很多 这个 我讲不清楚 你如果来看 来陪我看病的话呢 每天你看到中国人来找我 都是胃疼凶问 怕冷中的问题 他没有说是疑郁的 你问他为什么没有了 他三个解释嘛 第一个就是我不信任你 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把我这个事情 灯在人民日报上面 这种想法嘛 第二个就是呢 他他觉得所有能够解释的都不是抑郁症 他说我抑郁是有道理的啊 我的胃疼这些没有道理的 我说怎么这样讲呢 他说我这个抑郁症 因为这个因为当时家庭有矛盾 这个小孩读书不听话这种 他觉得能够解释的就不是抑郁症 第三个呢 是他觉得是因为呢 找不到原因啊 他就抑郁了 这个我们不讨论了 好 那么 焦虑症 抑郁症确实是有躯体症状的 一般专家认为 中国人爱面子不肯承认 选择性的注意 这个躯体症状本末导致 这个是一般的解释 因此啊 问题在这里啊 因此呢 95%中国人的抑郁症 是没有被诊断的 这个是五年前的一个统计嘛 中国自己做的一个统计啊 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抑郁症呢 是没有被诊断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 医生也不知道 看的都是虚弱的问题嘛 说他这个是身体 什么负神经问题啊 什么虚弱的问题 要去吃补药嘛 没好处的啊 好 你抑郁症的正进度 跟育后的过程是怎么样啊 抑郁症有心有重的 80%的抑郁症呢 过几个月自己会好起来 需要的是爱观跟扶持 这个教会要做的事情 教会要做的事情 就是爱观跟扶持啊 15%呢 除了爱观之外 就需要辅导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都是一些 家庭夫妻的问题 还是父母儿女的问题 所以需要辅导 但是还有5%的人呢 是需要药物治疗的啊 这个就是最困难讨论的事情了 你看中国教会 人数这么庞大 每年需要吃药的人 还是不少的啊 有一部分人是需要的 绝大部分不需要 教会来做就好了 现在教会又不能做这个功 你在教会的里面 你问他说 你能够分享吗 小组里面分享 他没面子 怕跟人讲 讲了之后呢 大家把他困难呢 就告诉别人了 他就不想要讨论 而是呢 分享了出来之后呢 大家给他一大堆的意见 跟这个 跟这个 教训 他听了之后呢 觉得更烦了 所以就不肯讨论 那教会又不能做爱观的事情 教会的功能就失去了 教会的功能是爱观跟扶持啊 教会呢 这个就结合了 你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抑郁症嘛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嘛 教会 应该做爱观跟扶持 大家能够分享的 凡是八十的抑郁症 就是慢慢还好起来 你看今天 过去这两天 我来中国不要讲了 过去这两天来找我的 大概有几个人啊 我想最少二三十个人 我能够做什么了 我只是听他们讲 我接受他们的想法 我给他们一些解释 听了之后 很多人就觉得 心里面释放了 这个是爱观跟扶持 你们可以做的 你们不做 那什么办法呢 抑郁症一般是正发的 一阵一阵的 第一次发病之后 扶持率是百分之三十 你注意这个数字啊 三分之一的人 全世界都一样的 第二次扶持率就是五百分之五十了 两个里面一个了 好 你说要不要长期吃药 这个问题在这里了 你怎么看这个百分之三十 跟五十的这个扶发率 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事情 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事情 等会我们要讨论的事情 第一次扶药呢 一般的我们说 希望六个月 六个月之后呢 这个可以这个 六个月呢 等这个功能啊 等大脑的功能 自己来修复嘛 你吃药 等它自己好起来 那你就不需要这个 不需要再吃了 是这样想法 那第二次扶发之后呢 你可能就要吃长一点了 抑郁症药物没有依赖 不会上瘾的 我们等会 等会讨论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就在 这个大脑功能 有没有修复这个问题 抑郁症普遍吗 西方国家一般是 百分之六到十 这个哎呀 做了不知多少了 这个抑郁症是不是 现在抑郁症是全世界 第二个最大的 公共卫生的问题 大家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 觉得很严重啊 因为这个是其他的病 绝大部分的病都开始 这个得抑郁症的时候 抑郁症呢 不是我们不能治啊 是国家 美国大概三分之一的白人呢 不看的 知道抑郁症不肯看 百分之六十看的 黑人呢就不是了 黑人呢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去看 西班牙人也是百分之三十去看 中国人呢 美国和华人做了两个研究 一个是我做的 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去看 你想嘛这个就是问题啊 所以这不是不能治疗的问题 是因为不肯治疗的问题 好西方国家一般是 百分之六到十有抑郁症的 非洲 南美中东只有百分之二 那不是因为那个社会比较健康 人比较 属灵不是这个想法 鬼比较少 不是这个想法 是他们不承认 不认识的理由 2009年开始做呢 就知道呢 其实中国跟西方的律师一样的 百分之六 百分之五 以前普查偏低呢 因为中国人不承认 不认识 自己有抑郁症 这个是 你们也做流行病学嘛 知道吗 精神病也有流行病学的 不是 上海就没有 精神病的流行病学都是鬼父 不是这个想法的 抑郁症是世界 第二大公共卫生的一个问题 抑郁症成因 所有的病呢 都是基因与环境互动的 我举几个例子 抑郁症也是基因与环境互动 环境幽因呢 是成长的经历 你家里面一直都没有爱啊 这个父母离异啊 这些呢 十一岁以前 特别是十一岁以前 对你离异啊 为什么十一岁 我们等会讨论啊 成长经历 这种的压力 跟这种的 伤痛不是压力 伤痛的经历 现在你工作的压力等等 你以前不做 工程师不做 医生不会得抑郁症的 现在做了 你就压力大嘛 人际矛盾啊 亲人 亲人朋友死亡 自己还是亲友生病 工作 学业 生学问题 家庭问题等等啊 失恋 孤单 缺乏扶持 进到一个新的环境 生小孩 车祸 这些我就不一一来提出来了 这些都是环境的诱因 基因呢 现在已经找到三处了 肯定目前还有很多 没未曾找到的 而且EPC什么意思啊 EPC是 这个大肠癌的 一个机制嘛 现在的想法是说呢 这个EPC出现 这个功能出问题的时候呢 是第一次发现这个癌症 三十年了 前的事情啊 那所以呢 这个 现在为什么这么难找了 因为很多呢 你有这个基因 不一定有这个功能的啊 你有这个功能也不一定 立刻就产生这个抑郁症的哦 所以呢 这个不好找 不是没有啊 这样找到了几处 但是呢 还是很少嘛 绝对 绝大部分还没有找到的 慢慢找嘛 现在呢 基因学呢 已经从基因的结构 到表现基因学 基因功能的表达 基因 drive呢 是 有些基因呢 是 在下一代的里面啊 超过一个 百分之五十的表达率的 你说遗传呢 这个基因不是 所有的基因都同样的一个 遗传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些呢 都是以后要讨论的事情啊 对精神病来讲 什么样来解决一些问题呢 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如果我们基督徒 从这些角度里面 来参与的话呢 那就对这个世界 跟这个社会有用了 如果你放弃这个 这个 这些的这个 逼争之地呢 那我们就是 没有尽上我们对时代的责任 这个我们讨论过 哦 这个是 欲证抢测安启动体 这个是最先找到 第一个这个基因 而且这个基因呢 是 哎呀 不是多少的文章 讨论这个事情 现在知道呢 它倒不一定是 不完全是 抑郁症 它也可以造成 焦虑症 也可以造成 其他的病 情绪病 就是情绪病的一个基因 那你说这个是什么了 我就不解释了 这个是细胞末 它附在这个细胞末上面的 一个基因 那它有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呢 有个长的版本 有个短的版本 这个启动体呢 长的 基因比较多的人呢 比较能够有力量来抵抗 这个环境的诱因 短的呢 比较没有 缺乏这个能力来抵抗 所以这个不是信心的问题 这个是基因的问题 我有时候在这个教会里面 听这些人 吃饭的时候 听他们讨论 有些人就说 自己有很多难处等等 那些基督徒呢 就非常属灵嘛 就说 哎呀 你交托给主了 没事啊 你看我这个环境比你更差 但是我很好 有时候呢 也看我自己了 有时候我不说话 有时候我说话的时候 我告诉这个人说 其实不是你信心好 是你基因好 我说 好 那么基因好是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是 长的是 这个抵抗率 抵抗环境的力量比较强了 在2006年的时候 这都是讲数据的 不需要讲 不需要理论的了 在2006年的时候呢 这个 美国有个大的风灾嘛 叫Katrina 这个风灾呢 影响了几万个人了 那就在这里面 抽他们的血 抽血来检查这个基因啊 这个基因多的人 这个 启动体长的人呢 得抑郁症 在这个压力之下 得抑郁症 这种巨大压力下 得抑郁症是5% 短的是30% 你就知道呢 短的基因的人 抵抗力比较低 所以六倍的人也得抑郁症 那你说为什么 还有5%的人 得抑郁症 而且为什么 只有30%的人 就是其他的基因的 我们没有找到嘛 还不知道嘛 你就知道呢 这些都是 环境跟基因的互动 所以呢 你这个人 比较乐观 比较喜乐 比较容易 这个应付环境的忧因 这个很好嘛 这个是你基因好啊 你感谢神就是了 不需要觉得别人的信心不够的 好 这个基因呢 这个是刚才我讲这个基因 绿色这个 附在这个细胞的末上面嘛 这个是上下的 现在大脑功能都是讲这个 现在啊 都是讲这个沟通的问题嘛 戒指通话的问题 这个叫受体 红色这个叫受体 那戒指出来 接到受体上面 这个话就缩通了 这个 沟通就建立起来了 那用不完的 这些戒指呢 回收 这个回收的基因出问题 所以刚才看这个 所以我们刚才看这个 启动体呢 是回收出问题啊 回收出问题 你就得抑郁症了 抑郁症呢 简单来说了 是说细胞 这个是一个细胞 这个下面一个细胞 大家通话之间出问题 为什么出问题啊 因为它的回收率不好啊 戒指出来之后 回收不行啊 所以这个 戒指就浪费了 浪费了之后呢 通话就不成功 通话不成功 人就比较不容易 这个 缩解这个压力 好我们来看看啊 那这个基因是一个先天的问题 它是后天的问题了 先天的特征呢 是因为基因的遗传 后天的特征呢 是因为环境的诱因 造成环境的诱因 所有的基因与外的事情 我们都把它看成是环境 那人的特征呢 都是所有的特征 病也是 都是基因与环境互动 所产生的 如何来区分 哪个基因的因素 比较大了 就从单卵双胞胎 跟双卵双胞胎 来比较嘛 如何比较呢 单卵双胞胎 的基因是100%相同的 双卵双胞胎 基因呢 只有50%是相同的 所以如果这个一致性 在单卵双胞胎里面 大于在双卵双胞胎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基因的身份比较大了 我不知道你们的医学员 是不是这样教的 第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方法 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一个很笨的方法 但是呢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还不了解基因 将来呢 我们了解了基因 清楚了之后呢 这个方法就不需要用这个方法 不过现在还是用这个方法 现在这个方法 还是可以得到结论的 我们来看哈 怎么讲了 我们说呢 单卵的双胞胎是一个卵子 受精了之后 自己分成两个 为什么自己分成两个 没人知道 最少不讨论了 那么分成两个之后呢 就基本上是一个这个胎盘了 只是它在里面有两个个体在生长 所以我们叫这个 叫单卵双胞胎 双卵是两个卵子同时受精 同时受精之后呢 同时在子宫里面来长大 所以它们两个是不同的个体 尽管它们的环境呢 是很相似的 所以我们从这些呢 就可以分出来这个环境跟基因的这个成分了 我们来看哈 体高 体高明显是一个基因的问题 当然也有些环境的问题 体重 为什么减肥这么困难 就因为这个体重也是一个基因的问题 也有环境的问题 智商 明显是基因的问题 但是环境的问题就相对比 体高跟体重要大了 所以你把小孩送到好的学校去 是合理的 它能够呢 增加它的智商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有限度的 这些基因的问题 你一看就知道了 不需要讨论的嘛 这个没有什么好理论的真论的 第一型的糖尿病 明显是一个基因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相对很少 第二型的糖尿病 基因的问题也是多的 但是明显这个就是一个环境的 环境是基因的一半嘛 基因的 怎么讲呢 投入这个病因里面最少一半 这个基因是双倍了 你应该这样想 第一型呢 就是四倍了 所以呢 这个基因的成分大 你一看这些数据 你就知道的 尽管我们现在没有找到这个基因 还是可以从这些 流行病学里面来观察的 鬼父的流行病学就做不出来嘛 三高 血压 血压高 单个来看呢 环境的成分是很大的 可是如果血压跟血糖都高呢 明显呢 这个环境的成分就比较少了 基因的成分比较多 三个都高 胆固层 血糖 血压都高的话呢 这个环境呢 就只是它的四分之一了 这个是 大概是两分之一 一看出来 你就知道 这些都是环境跟基因互动的结果 为什么要讨论呢 教会应该面对这个事实啊 教会应该面对事实 你说我们没有 没有 不知道这种事实 就是教会里面 做科学的人少 做科学的人呢 不是从做科学的角度来做科学的 基督徒的责任就失去了 基督徒的责任失去 教会的问题就多 大肠癌 基因的问题 环境有 前列腺癌 基因的问题大 环境有 但是少 胃癌 基本上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胃癌是吃东西的问题 吃臭豆腐啊这种 你吃多了 你就会影响你的胃啊 腌制过这种的食物 最好不要吃太多 咸鱼啊这种 豆腐干啊这种 咸菜啊这种 雪里红啊这种 不要吃太多嘛 它影响你的胃末 所以呢 这个现在全世界的胃癌都在减少 尽管 癌症的几率比较 一直在升高 肺癌明显是环境的因素 当然基因也有 现在肺癌已经找到好几个基因了 但是呢明显这个诱动呢 是这个 环境这个 空气的问题 吸烟的问题 抽烟的问题等等 美国呢 在50年代的时候 在讨论 开始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烟草公司呢 就不肯承认这个事情嘛 所以呢 他们在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广告啊 做这个广告的时候呢 就找一些老人 90岁的老人啊 这个 在广告上面就说呢 我们抽烟抽了 20年 我10岁就开始抽烟了 你看我身体很好 一点肺病肺癌都没有 这个是因为它基因好 我们呢 很少人有这么好的基因的 所以呢 抽烟是肺癌 大的缘故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讲了 到70年的时候 我去英国的时候呢 还有这个讨论的 80年开始就没有了 知道这个 完全是一个基因 与环境互动的问题 女人的癌症 卵巢癌 是基因的问题 明显是基因的问题 子宫癌就不是了 子宫癌是病毒的问题 病毒跑到 这个子宫末里面去 造成这个癌症 年轻人的乳癌 是基因的问题 年老人 60岁以后 得乳癌 也就是环境的问题了 你从这些数据来看嘛 我们不需要讨论 不需要讨论这个 太多的事情 酗酒 男人跟女人是有分别的 男人的酗酒 是基因的问题 女人的酗酒 是环境的问题 精神病了 自闭症 明显是基因的问题 分裂症也是基因的问题 忧郁症也是基因的问题 老人世代症也是基因的问题 不是环境的问题 没有 只是环境的问题 跟这个基因是互动的 没有这个基因 有环境不一定得抑郁症的 没有这个基因 环境的问题很差 不一定得老人世代症的 分裂症也是嘛 分裂症的基因的成分就比较大了 比较大过这个抑郁症 大过这个老人世代症 你就看得出来 从这些数据 你就可以看得到的 不需要讨论的 为什么我们不接受这个事实 要根据自己的幻想来想事情呢 精神病有一个流行病学的 我知道你们中间读的流行病学 跟我们的西方的是不一样的 社会是1%的人有分裂症 基因相同 如果是25%相同 就是叔叔啊 舅舅外申这种是25% 就增加到2%还是4% 我等会解释 为什么25%也有这个差别 如果基因是50%的话呢 父母有你自己得抑郁症的几率是6 分裂症的几率是6 抑郁症跟他也差不多了 如果你有个兄弟友 你自己得的是9% 如果你是一个双生子 但是是双卵的 他得你得呢 就是可能性的就17% 如果你的基因完全相同的 单卵双胞胎出来的 同卵双生的是48% 这个是全世界数据的总和 那你说 为什么25%的基因相同 有两倍的差异 为什么50%相同有三倍的差异 这是环境的诱因了 你说叔叔跟舅舅 跟你的环境就相差了嘛 他有 你也有呢 这个几率比较低 外甥跟你是同年龄 同样社会的环境的因素的 就比较高 你父母有 你自己有 得几率呢 是蛮低的 所以呢 你可以结婚的啊 你尽管去结婚嘛 你要制造一个好的环境 给他就可以了 不需要说 这里的人也说 你有精神病就不能结婚了 这个是胡说八道的嘛 你有这个基因 第一你不一定有这个基因嘛 是不是 100%的人里面只有六个有啊 尽管你是有的话 也不一定会发这个病的啊 你环境的 环境的成分 没有 那你得病的几率又低嘛 为什么啦 双生子这个环境是很相同的 所以他造成一个的精神病的 也造成另外一个的可能性增加嘛 所以是三倍啊 父母跟你的环境不一样啊 他们是文革的时候长大 你现在就不一样了 兄弟姐妹跟你是同样的实习长大 所以就比较大一点嘛 你看清楚 这个明显是一个基因跟环境互动的结果啊 这个怎么是鬼父的现象 为什么要找有敢鬼经历的老牧师来敢鬼啊 我告诉你啦 你看啊 这条线 你们读流行病学的人 除非你读的流行病学 是跟世界读的不一样的 不然的话呢 你一看 所有的病 如果有这样一条线呢 你就知道呢 这个基因的成分啊 12.5 25 50 100 这些线啊 你如果是读的流行病学 是世界的流行病学 不是你们自己上海创造出来的 你就看得出来呢 这个流行病 明显这个就是基因跟环境互动的问题了 不是鬼父的问题 不要去找牧师来赶鬼的 不要去找牧师来赶鬼的 那是谁 我去找牧师来赶鬼的 我去找牧师来赶鬼的 我去找牧师来赶鬼的